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影以卯甲婿跟 这是一个难免 他是在说 日作财库 无人不富 所以我们会发现的 甲木日主下方做了一个婿 这就是财库啊 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就会富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素 都听西听的 但是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说真的 很多的情况他是不会成真的 一切还是要看八字本体 他的结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天干与庚合 剩下一个戊土 地支卯迅河 银木生无果 所以其实这一个八字来讲 他的财运不算差 这个戊土在 只要这个戊土不要受伤 他的财运基本上都不会很差 所以这个人并不是人家所讲 日作财库 无人不富 他根本没有这种条件 而出现的是 他的五行排列里面 他的财心没有受伤 只要财心走得漂亮 他的财运就不会太差 所以各位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 一切都要以理论来批八字 不要以一两句的数来断定 因为数他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很容易会出现完全相反情况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